总统民调直直落 面对自己的政治能量 大幅度的流失 现在有一个人出来说话 表达同情之意 居然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她接受周刊专访说呢 现在恐怕是她 是最同情马英九的拳了 这一句话 现在蓝绿各自有解读 国民党主义蔡英文 根本就是不安好行 替小美琴战车的铁号刺 还陪她来个民进党版的 青春铁马行 蔡英文聊了去 要一路赢下去 挑战对手马总统 蔡英文居然有同情她的念头 接受周刊专访时 脱口说出最同情马的人 可能是我 这句话是真心还是场面话 这个人不能嘴巴说 我好同情你 然后又拳打脚踢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还是要言行一致 这根本就是 就是假装说马总统可怜 其实心里在暗爽 在明批 这个就是黄鼠狼带脸 我们主席 也不属 也生肖嘛 不属狼 马英九 大家都知道 他也不是鸡 狼跟鸡都出来了 差点成了动物频道 其实蔡英文 可是没对马总统 口下留情 他认为马总统 现在有点被深蓝挟持 有点像后扁时期 还说有人建议 马总统不想连任是对的 但他自我感觉 不连任国民党可能会垮掉 只有谈到马总统民调下滑 蔡英文用过来人的经验 回了一句 最同情马的人 可能是我 一句话变成大标题 引爆口水战 不知道蔡英文的心理OS 是不是谁来同情我 中天新闻 郑士敏 纵横报道 就像是一样的